放弃并不总计为着,你软弱,有时反而说明你足够坚强去舍弃,人不会苦一辈子,但总会苦一阵子,许多人为了逃避苦一阵子,却苦了一辈子,时间在变,人也在变,只怕辛劳,不怕路长,活着一定要有爱,又快乐,又梦想,别等伤了再去安慰,别等离开了才知道珍惜,人为善,扶随未至, 或已远离,人为恶,或遂未至,扶已远离,基德虽无人见,行善自有天知,行善之人,如全员之草,不见其长,居有所增,作恶之人,如磨刀之时,不见其损,居有所亏,福或无门总在心,有时候说一场故事,有时候念一段随想,有时候填一首颂词, 有时候,把所有的思绪与想法放在纸上,有时候把失去的青砖放在心里,有时候真者写出来的句子,有时候必须会掩放空自己,这就是我想要的声, 无杂无面,无思无想,无尘无奇,不争风雨,不认俗事,任何选择,都意味着放弃另一些东西,无论你怎么选,都难免会有遗憾,没有什么办法,能够让你能完全弥补遗憾,做到十圈十美。 所以,与其把时间花贝在遗憾和淡淡的忧伤上,不如全心全力走好已经选择的路,不去羡慕其他路上的风景和繁华, 否则,你一定会后悔的,生活是充满矛盾的,少说话多轻轻,任何事情即使在坏,也有好的一面,人际互动,因着眼于未来,不念就恶,必等待更难受的事,你连自己再等什么都不知道,我们不必为不能解决的问题沮丧,再不能解决的问题,也会在时间的红流里消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